有人说做二手的太好赚了 又不需要多大的能力 随便一倒手就能赚个几千几万的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前段时间来跟一个搞二手的朋友一起聊天 我把这个意思是含蓄地表达了一下 没想到竟然激怒了他 他就直接开喷了 他说只有干过最好的人才知道其中的苦啊 干二手哪是那么容易的 最起码你得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看看你有没有啊能不能干二手啊 第一个就是要能够刺口来捞 卖机器呢就得收机器回来是不是 那机器从哪里来呢 当然有多种渠道 其中有一个通道就是收人家快要倒闭场里的二手机 一有风吹草动的消息啊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凌晨几点 立马得杀过去啊 要么潜伏遁守 要么要与跑路的老板对接交易 有时候一手就很多天啊 没有一个强大的体魄 哪里顶得住嘛 这比干外卖要求高多了 第二个心理素质要好 好多场呢是资金的断裂才破产倒闭的 也有很多是有经济纠纷的 有些老板呢只求快点 便宜线啊 跑路 必须要快 要么一旦查询的话毛都没有了 所以你得配着他的节奏去成交啊 完了之后趁夜深人静 村委法院还没上班啊 就得把机制拉走 这个呢有点像虎口夺食啊 搞不好有逼抓逼打的可能 偷偷默默的像做贼似的 第三个 又有一定的侦查能力和反侦查能力啊 为了收割二手机 各有各的小圈子啊 各有各的窗户 一帮一帮的 这帮人去了哪里 只要这一帮人发个朋友圈 那一帮人呢 就会根据他的文字 图片 视频 开始研究分析这帮人去了哪里 大法有一点机会啊 都会跑过去抢多一方 比如前一阵子 有几个高手的老板 聚在一起去了外地 那另外一帮人呢 通过几秒钟的视频啊 就能看出来 这次收剧的规模是多少 在什么地方 还有没有机会等等之类的 第四个 要用笑里长刀啊 大家都在二手圈子里头 低头不见 抬头近啊 明明上大家关系挺好 和谐融洽 兄弟长长兄弟短的 一旦碰上了收剧和卖剧 是同一个客户的时候 立马开始的 额友我炸啊 拼个理死我活的 你一万 我八千 我六千还不行吗 那真可谓是白刀子 进去是红豆子出啊 第五个 你也有应变能力 简单的说吧 就是看客户下菜了 客户懂得多一点 那你就要少一点 客户毛都不懂 你就吹大一点 搞多一点 第六个就是有喝的能力了 别告诉我你不会喝啊 那当你也别签了 好不容易约个客户过来看机 完了之后你不请人家吃个饭嘛 吃饭你不喝一点 表示一下诚意嘛 这个动作有时候是成交的关键所在 以上六点呢 是做二手的基本要求了 你说容不容易吗 你的条件能不能赶二手吗 这个钱好不好赚嘛 明白 心急是不是好赚一点呢 你细品 你好吃吗 请 你 谢谢大家